陳嘉誠 盤理看天氣 今早都下過些雨 不過去到下午又曬又熱 再見南天白雲 多地區的高溫上升至32度左右 富裔大高壓制正是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炎熱的天氣 而香港附近是出氣穩定的西南風 即是說又會多些雨水 而從雷德逃秀見到 入夜之後 趙雨和雷暴影響珠江後一帶 今日不少地區累積有大約5至10毫米的雨量 我們先看看晚上11點的氣溫 下有29度 相對濕度79% 雷暴警告現證生效 嘉備 明天先生 預測大致多雲 有趙雨 初時各部地區會有雷暴 天氣炎熱 氣溫是介乎28至32度 日頭部份時間有陽光 之後兩三日落天氣酷熱 高溫都有大約33度 預測看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是10 強度屬於15高 接著先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廣州雷暴 澳門明朗 廈門多雲 台北趙雨 上海多雲 北京多雲 瀋陽雷暴 首爾落雨 日本的東京和大阪趙雨 曼谷有雷暴 吉隆坡有雨 新加坡雷暴 雅吉達趙雨 胡志明市落雨 馬尼拉洛趙雨 澳洲的墨爾本有霧 色尼趙雨 布里斯班趙雨 衛林頓和奧開蘭有趙雨 溫哥華明朗 三藩市有霧 洛杉基趙雨 紐約雷暴 多倫多和芝加哥都是雷暴 台歐洲 倫敦多雲 亞姆斯日丹天晴 法蘭克福明朗 蘇黎世和巴黎雷暴 曼馬有雨 新德里雷暴 卡拉奇天晴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印度洋今年第一號氣旋風暴 衛星雲圖上看到雖然沒有明顯的風眼 不過雲團環流發展得相當完整 中心風力仍然有時速70公里 印度氣象部門預測 風暴將會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 逐漸靠近亞曼中部 當地比較少出現氣旋風暴 每年平均只有1至2次 不過專家提醒 風暴會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 和一米高的風暴潮 今晚又說到這裡 各位晚安 期待會兒 發出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